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有留意開市場的話應該不難發現,日圓有跌價了 我由5.8開始唱起,現在5.7,現在5.6 真是超划算 雖然去日本旅行還有少少遙遠,不是很方便 但現在真是入手日本產品的好時機 今天我就要跟大家介紹一個網站叫做Fatsby 跟大家介紹購物的流程是怎樣 然後我又開箱一下,我選了什麼心水產品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千萬不要錯過這麼划算的好時機 先介紹一下,Fatsby的網站有超過400個日本品牌 我喜歡幾樣東西 第一,它有中文,不僅是日文 所以產品的資訊,每一步要怎樣做 然後要填什麼資料,我都不用怕看不明白 第二,它的價錢會跟日本同步 會因為匯率而有少許改變 現在的日圓那麼低,大家就明白了 第三,關於物流 我分別兩張單,一張是8月5日,一張是8月8日落單 然後全部東西8月16日已經送到我手上 所以大約是一個多兩個星期左右就會收到 除非一些預訂的貨品,有現貨的話其實都很快 而且它的運費不會不同店鋪要加一個運費 有不同的手續費或代購,有很多衍生的費用 它是一個訂單不限重量,一不過1400日圓 現在的匯率大約是80元左右 都蠻透明的,不會大件的又收貴一點 然後重點又收貴一點 還有去到片尾,我會給大家一個運費的折扣碼 有興趣就記得留意 現在不如看看我的流程,怎樣去選購產品 然後整件事是怎樣,再來就是開箱 跟大家一起逛逛Fatsby的網站 主頁你會看到有人氣商品 即是那些排行榜 我自己是頗有興趣排第11位的這條褲 好像很有趣 然後去到上面,左邊會有一些熱門搜尋 有些比較熱的品牌 例如我自己喜歡這個Cooker 它是很划算的,一條年生裙都是3000多日圓 有很多衣服都是2000日圓 即是100多元左右就已經有交產品 所以我們現在不如看看另一個牌子 Jelly Beans 這個是我自己很喜歡的鞋品牌 其實很多年前我也有穿的 尤其是對這雙母母拖鞋很有興趣 很有趣 然後我們回到首頁 你會看到上面的Banner會有Final Sale 很多不同的Promotion都會放在上面 我今次看到有些衣服是300多日圓 30元都不用就有交易 是很crazy的一件事 然後不如再看看我的購物車好不好 今次大家開箱的時候就會看到這一堆產品 就是我精挑細選出來的一些東西 然後你會看到很簡單的操作 你去到按結帳,它就會寫回所有東西的價錢 它們的運費,然後最後總額 你看到這裡有一個1000元的QPON 遲些就會知道怎樣拿 大約是這樣 今次我選了很多不同種類 跟大家一起開箱 有衣服,有帽子,有袋子,有鞋子 其實以前我都會走日系風格 是不是不覺得呢? 20歲的時候很流行Mina Vivi兩本雜誌 我是每天都買的 之後有什麼牌子? Lowas Farm X Girl Earth Music Ecology 全部都是外牌 但是後來台灣的衣服又盛起了 跟著航風 所以其實我很久很久 除了去旅行的時候 去到日本我都很喜歡買衣服 但是在香港 因為很多日本的網站 都是寫日文 我就真的少了買 真的一次過補回 這次很開心 第一件是比較簡約的白色上身衣服 它的袖位是有少少的Ruffle 然後重點 它是日本製,Made in Japan 自從沒有去日本之後 好像很少買到衣服去日本製 手袖是立體的 而且很顯的手臂是瘦的 因為我這裡是很粗很大塊肉 完全修飾了 下一件都是白色 它是像Polo Shirt那種 近看有很多細小的格子 它的版型又做得不錯 因為我裡面是穿著背心的 如果平時我穿兩層 看上去會很臉腫 然後這一件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白色衣服的時間 不要讓它停 又一件了 日系牌子的衣服 真的有很多細節位 平平無奇 一件白色衣服 然後它的袖子很漂亮 這件1490日圓 為港幣是85元都不用 哇,真的撿到寶 快入抽 我就選了一件短板的拉鏈外套 想著裡面可能穿一個運動內衣 然後就這樣套這件外套 就可以去神運行山 非常方便 我還選了一件白色漆帽 它是1320日圓 都是幾十元貨幣 每一年我都會默色一頂新的白色漆帽 然後就會髒了 下年又要再買新的 我是不捨得買貴的白色漆帽 這個它都很修面型 而且很容易搭 非常好 然後到這件圓領的綠色T-shirt 我被它的具指吸引了 有一種心靈計劃的感覺 而穿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 我還選了一件黑色的 它的質地很舒服 很有彈性 大家看到嗎 摸上去跟我身上這件T-shirt是不同的 它是再薄一點 明顯它是收身很多 而且它是很透氣的 穿出來是很親膚很舒服的 配上一頂懸膚帽 我選了這頂的原因 就是它是霜面的 除了這個卡奇色之外 它裡面是小格子的 反轉它就可以了 好可愛啊 比我想像中容易搭配 我又想過格子戴頭會不會太花哩花綠呢 又不會啊 它是1566日圓 又是100元有找的東西 大一件衣服到它 轉一轉Style 它襯短牛仔褲也很漂亮 是一個泡泡皺 然後腰線放在胸下的位置 所以它不會像一件大肚子的感覺 可以配一頂度假風的帽 好想立即出門口 就這樣 開始慢慢入手秋冬的衣服 例如這一件 它是針織 但是短袖 應該是可以秋冬的時候穿的 我覺得它的領和圖案 有一點復古的感覺 所以想著遲些穿它 去一個滾足溜冰場 我沒試過啊 很想去啊 好沒有啊 大家覺得 然後就是大家比較少看到 我穿的一個套裝 我看到它300元有找 已經有細裝外套 還有一條細褲 雖然它的細褲是比較 Casual 那種 它是綁繩的 不是扣扭的那種 但是呢 我不知道穿出來的效果會是怎樣 在我身上它有少少oversize 你會看到是非常之鬆身的一個西裝外套 然後很開心 那虎腳很適合啊 它是沒有長度拖地那種 然後真的做到一個九分褲的效果 哈哈 這個中馬是適合小粒仔的 講起斯文的衣服或者上班衣服 我想很多朋友都有聽過日本Jelly Beans的鞋子 這雙我看到三百多元 在香港大約是十年前左右 我買Jelly Beans的鞋子已經是過四百元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價錢和定價都算是很理解的 這個牌子的鞋子真的很好穿 一踩下去是很軟很舒服 不會刮腳的 雖然這雙是新的 但是我不是第一次穿Jelly Beans的鞋子 所以我可以用一個以前穿的用家的身份 去跟大家分享我真的很喜歡Jelly Beans 我換了另一條褲子和這雙鞋子給大家看 我之前在香港買了很多條這些褲子 都是碰地的 是不是同裝來的 不是同裝啊 我想應該是日本的女生比較嬌小 所以褲腳沒有做到那麼長 好感動啊 這款糧鞋是最近必備的 因為很多雜誌都會有差不多的款式 不同牌子都有出 它的鞋面是極度軟 而且褲子是透明的 我超級喜歡這個褲子 褲子3.5cm 是一個行全日都不會累的高度 然後我看到它在減的 1306億 對一對 要多少錢 73元 這個不行啊 這個我自己要包色 它有白色、黑色、卡奇色、淺灰色 還有一個燕蜜色 搞不定啊 我要買的 很久沒試過開箱開到手軟了 最後還有兩個袋 這個黑色背包一看就知道 我是用來做運動、行山 它是極度輕巧 幾乎沒有重量的 它的容量足夠 可以放些水、遮瑕、外套 還有一些零食 總之就是極度方便的一個袋 而另一個就是一個比較斯文 可能外出、上班的時候可以用 它不是超柔軟的 是比較挺身的 因為它會保持這個形狀出來 然後裡面有一個好像塵袋 不怕說這裡沒有拉鍊 之後很容易被人拿了一些東西 它有索繩袋 是大家可以把它這樣塞進去 如果側背的話 它就會在臀部對落的位置 然後如果斜背的話 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參考在我這個小小小 153cm身高的人身上 揹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 好像揹著牛奶盒一樣 然後除了揹外 它也可以這樣手環 但是它的揹帶 可以脫出來的 它是打裂的 然後有個洞 但是我就不搞它了 裡面有一個卡位 還有剛才給大家看的塵袋 那就沒有其他間隔 開箱完了 這次真的超級豐富 有沒有被哪種單品燒到 或者喜歡哪一個穿搭 其實現在的日圓這麼划算 是有很多產品都要搶的 我看到很多東西已經在斷馬 斷貨 所以觀眾優惠和他們的連結 我都會放在info box 會有一個運費的折扣碼 詳情都可以去看看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VASB開箱 我是超級滿意 我已經決定了用自己的折扣碼 去再買 有些東西是想包飾的 版型和質地 所有東西都很滿意 穿出來我自己是很喜歡的情況下 又是一個心滿意足的開箱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更早三點 逢星期日更早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要去買東西了 趁大家還沒搶完之前 趁大家快點